你好 相隔九年馬英九跟習近平再度會面 兩人握手16秒 雙方再度重申九二共識 馬前總統更一度脫口 說出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這裡我們有 九二共識一中各表的空間 這是非常不容易的 這不就是民進黨不斷的 在要求馬英九 要求國民黨做的事情嗎 因為我們心中的中華民國 跟台灣主權的立場 其實是一個理所當然的事情 其實不用有政治前提 馬英九是有心還是無意外界不得而知 但似乎不影響習近平的心情 因為在會談中 習近平還歡迎台灣民眾去對岸旅遊 更透露希望中國人也能到台灣走走 似乎在递出橄欖枝 那是不可能的 關係要緩和 中國設下條件 外媒《紐約時報》就分析 中國藉由馬西二會跟賴清德宣誓 想要和平就必須接受中國的框架 也就是九二共識兩岸同屬一中 但對賴清德政府來說 無法接受 馬西二會 習近平遞出有條件的和平橄欖枝 但是賴清德若不能接受 未來四年兩岸關係 看不到春暖花開 歡迎新聞周成輝李鼎強 台北採訪報導 兩岸關係 中美博弈 全球財經 軍事戰略 客觀 多元 深入的觀點 專家權威 嚴選議題 最專業的國際政經情勢分析 《環宇全世界》全球旗艦版 每週六晚間九點準時開講